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观赏我的视频 和阿里伯伯一起来练武功 学习StudyWorks 3D绘图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视频后,对你有所帮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专题是这个零件 这个零件尺寸与结构很简单 但是有些细节要注意哦 今天就来画这个3D图档给大家参考 你也可以自己先画画看如何快速画出来这个3D图形 那我们先来了解他们的外观与尺寸 这边宽是64毫米 这边长是85毫米 中间这边长是65毫米 这边高是40毫米 这边高是12毫米 下面宽是26毫米 这边眼孔直径15毫米 这边高是30毫米 圆形距离前沿15毫米 这边倒角6毫米 45度 后边倒角20毫米 30毫米 这边眼孔直径12毫米 这边切口眼角17毫米 圆形距离上眼切齐 里面这边切口眼角42毫米 圆形距离前沿距离10毫米 这边距离10毫米 这边高是27毫米 切口深是3毫米 那了解它们的外观的尺寸后 那怎么样画呢 我们就一起来画画看 快速的把它们完成 开新的档案 选择零件绘址 切定 选择前期准备草度绘址 选择线 集合建构线 从这边画一条水平线往右 垂直线往上 切定 选择矩形工具 选择中心矩形 在这边画一条水平线向右 垂直线向下切定 选择线 从这边画一条鞋线往上 切定 选择老角 距离6毫米 45度 选择端点 切定 选择圆 这边画一个圆 切定 选择智慧性尺寸 这边长 64毫米 这边高是40毫米 这边高是12毫米 这边换是26毫米 里边眼孔直径12毫米 调整一下尺寸 选择智慧性尺寸 这边夹角30度 长20毫米 这边圆形高是30毫米 这边圆形距离15毫米 选择线 从这边画一条水平线往左 转切线延五 往上 切定 选择智慧性尺寸 这边圆形距离10毫米 这边高是27毫米 这边圆形距离12毫米 选择智慧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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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静 Inc 选择智慧性尺寸 添择智慧性 Tarif 选择这一面超度位置 图面转转 选择线 从这边坏条水平线往右 转切线往上 切定 选择智慧性尺寸 这边距离10毫米 这边眼角17毫米 选择圆形一线香切 切定 选择这一面参考图圆 选择特征生草除料 给定深度3毫米轮廓 这里切定 这样这整个图形就完成了 再来我们给它算个颜色 选择青色切定 最后我们来检查尺寸 这边距离85毫米 这边宽是56毫米 这边高是40毫米 这边距离26毫米 这边高是12毫米 这边距离20毫米 夹角30度 这边眼角是42毫米 这边距离10毫米 延线距离15毫米 高是30毫米 这边眼孔12毫米 这边倒角6毫米 45度 这边高是27毫米 前面眼孔直径15毫米 这边距离10毫米 这边宽3毫米 眼角17毫米 这整个尺寸是正确的 这个零件尺寸里结构 看起来简单 尺寸细节要注意 才不会出错哦 改为涂彩 当然公路没有速成班 唯有不断的练习 才能见招再招 从容解决问题 好OK 我们今天3D绘图的 视频是完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观赏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下小铃铛 并订阅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OK OK 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 希望看完这集视频后 对你有所帮助 在Sallyworks 3D绘图 技巧上 若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信 我懂的是会尽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 也请你告知指教 这种所谓教学相当 看得越多 学得越多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 点一下赞 帮我加油打气 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有新的视频就会通知你哦